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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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柳红妹比特务还狠 人家特务还知道掩护隐蔽呢 她倒好 大摇大摆大喊大嚷的 生怕别人不知道 别人知道也没什么不好啊 这男婚女嫁的不丢人 教導员 不是 她那就是瞎胡闹 我跟她就是没有人的事 子龙 我觉得你跟柳红妹挺般配的 要不然你们就定下来吧 咱们君民一家亲 那也是一段佳话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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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你别跟这瞎天乱啊 我傅子龙的事 那是船到桥头自然指 你跟这瞎 你别瞎操心 就你这破船 到不了桥头 就掉进蛤蟆沟里了 我 我看你们俩呀 真是够有默契的啊 一见面就开仗了 行行 姜姐 咱们不理她 咱们说咱们的正事 咱们继续讨论作战计划 去你的 作战计划能少我吗 你坐这儿行啊 你不许说话 我凭什么不能说话 你不许发言 行了 有完没完 小队员 家腾要建军工站 一定不会在县城里 县城不明儿太大 容易被咱们盯上 整个平山城区群山环绕 我推测 家腾一定会把军工站 藏在某座大山的身处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想要在大山里 找到这个军工站 那无疑是大海捞针了 是 咱们去找 那一定是大海捞针 可如果要是 大海自己去找这根针的话 那不就等于探挡取物吗 你的意思是发动群众 对 发动群众 老百姓是无处不在的 他家腾也不会飞天顿地 只要有卡车 就会被人看见 我们就让老百姓 为我们提供线索 到时候我就一个个地 给他掀个底朝天 这个主意好 对 发动群众 还有 教导员 之前我和指导员 一直在商议 最近我们的作战比较频繁 弹药有点跟不上了 既然山田说在这个地方 有弹药库 我们不妨 就先从这个弹药库下手 一来是毁掉这个弹药库 二来 我们也可以为自己 补充一点弹药 可是山田他不知道 弹药库的具体位置 这可是个大问题 这个山田 会不会有什么事 瞒着咱们 我觉得 山田应该不知道 弹药库的地点 但是 山田对于鬼子来说 非常的重要 如果 鬼子能把山田 再给结回去的话 我想他们第一时间 肯定会把山田 带到鬼子的弹药库 江队 你说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来个黄雀在后 到时候悄悄地跟着鬼子 自然就知道 弹药库的具体位置了 江队 还是你动我的心思 哎呀 高子 就你这个样子上去 还不是 蛋的 我教你这些 都是保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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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护送山田的兵 已经被我们全奸了 那么 就等于鬼子那边 没有其他人 见过山田 既然没有人见过他 那我傅子龙 可以是山田 你徐雪山 也可以是山田 你的意思是 假扮山田虎口拔牙 套出弹药库的位置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只不过 危险太大了 危险怕什么 我来扮演山田 正好 我还能借此机会 会也会假的 哎呦 不对 但是 有一个问题 你不会日语 对啊 我一句日语都不会说 只要是到了鬼子那儿 他们一看 就露馅了 就是的 鬼子又不是傻子 那你说话不就露馅了吗 那我可以假装 我嗓子受伤了 我说不了话 那你听呢 你不能再装聋吧 人家让你坐着 你站着 让你吃饭 你喝水 你啥都听不懂 那你肯定露馅啊 看来我的日语 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教导员 你打算 副连长 我跟你一起去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随时提醒你 你反应快 应该没问题 那 教导员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呢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山田不是说过 她是跟她的夫人 一起来的中国吗 她的夫人 现在滞留在上海 所以 副连长冒称山田 那我就冒称山田夫人了 不行不行 这 这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教导员 你扮演山田的夫人 确实太危险啊 危险怕什么呀 我既然参加了八路军 就已经做好了 随时牺牲的准备 只要能让家藤 这个计划破产 就算我死在家藤的枪下 我也无怨无悔 教导员 我不同意你去 行了 不用再说了 就这么定了 副连长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的 我一定会扮演好 这个山田夫人的 行 教导员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你就放心 这次 我有把握 我一定不会让家藤 动你一根头发的 就算我傅子龙这条命不要了 我也会让你 毫发无损地回来 不 是我们一起 毫发无损地回来 好 再说说你的想法吧 上 杀 杀 杀啥子杀呀 这四刀耍得再好有啥子用啊 到了战场上 敌人的一颗子弹过来 照样是脑袋开花 杀活的声越大 声越快 真的在战场上 还要靠谁给我讲话 带药子问题啊 连长他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他解决个屁 他要是有办法 能让你们在这儿耍四刀 贤大叔 你办法多 你给想个折备 我再有办法 我又不是如来佛 我还来给你编出子弹手榴弹来 没得答应了 上了战场 来个送死又杀死两样 要是办法呢 我也是有 那就是过自垂灯拔辣 赶紧回家 该种地的种地 该养猪的养猪 该娶婆粮的回家娶婆粮 爸 爸 不行 这绝对不行 不是 怎么了 又不行 由我来冒充山田 更有把握 掌握鬼子的机密 再有教导员冒充我的媳妇 正好也解决了 我不会说日语的问题 这个计划天用逢 雪山 你们 你觉得这个计划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 有 安全问题啊 对安全问题 你想想 你们两个是根据地的长官 两个人都潜伏到鬼子里面去 那要是被鬼子发现怎么办 计划本身没有问题就行 鬼子的计划藏得那么深 我们要是前把劳后把虎的话 得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把鬼子的阴谋全都挖出来呢 这事就跟之前一样 我们得钻到鬼子的肚子里 才能看清楚鬼子的心肝肺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雪山 危险是肯定有的 但是 你想想你大哥当年的处境 跟他比比 这些危险还能算得上是危险吗 就是啊 雪山 你想想你大哥当年 那日子过的 天天就跟走钢丝一样 一不小心就粉身碎物 他怕我 行了 这个事情不再讨论了 就这么定了 副连长呢冒充山田 我来冒充山田夫人 行 那我就假装嗓子受伤了 办这个 我在行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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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哪是受伤了 你这是哑巴 看来 这两天 我还得多套套山田的事 免得在一些小地方露了馅 对 这是作息呢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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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 既然教导员和副连长 已经做决定了 那我只能支持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把山田送到鬼子那儿 还不让他们起疑心呢 对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山田被我们俘虏了这么久 怎么能让家童不起疑心地把他解回去呢 这个 就交给我来安排就好了 我得让田手艺帮咱们打一仗 天大叔 这就歇了 啥子换呀 刚训练完 回来喘口气是 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 还主动去训练场啊 傅子龙 我可告诉你啊 老子最近练兵 没得投篮 不信你问铁票他们 那训练的情况怎么样 傅子龙啊 我不是跟你背老子个人 老子混部队头 也混了十几年了 走南闯北 跟过军阀 当过土匪 后来呢 才投奔了国军 这没钱没赏的部队我见多喽 可是美国队军火的部队 我倒是第一次见 那军火的部队 你拿啥子跟日本人打呀 就拿你了两片水 还是你了一肚子的坏事 田大叔 我们现在不是情况比较特殊吗 你理解一下啊 理解个屁 我看你们八路啊 要得啥子没得啥子 一穷二白 连蛋月都不充足 老子跟到你们 早晚是要掉牢的地 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这不 还有小凤嫂子呢 你不要跟说小凤 小凤又不是礼貌 我跟不跟他好 还要你说了算啥 老叔就走吧 老子要休息了 田大叔 我想你打听个人啊 这个人 也是武胜田家村的 小门叫田喜娃 大门叫田大哥 喜娃 上去就认识 哪是我儿儿儿 他在哪儿 他现在在哪儿 他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如果你愿意帮我们一个忙 我可以帮你找到他 福连长 李斯达我的儿在威胁我吧 我没威胁你 只不过现在 不方便让你见他 不过你放心 喜娃他一直挺好的 那他现在在干啥子呀 当兵 当兵 那是国军了 还是共军了 他不会是偷了伪军了吧 放心吧 田大叔 喜娃现在也是霸露 这个瓜娃子 当啥子霸露啊 要的啥子没的啥子 见了日本鬼子还有拼命 这不是拿老的当儿戏吗 这不是人格有志吗 你看我父子楼 不也干啥子吗 李 李又不是我儿儿 他成绩没的 要娃儿没的 都没有 这都多大了 还不是个娃儿啊 当啥子狗屁把路 一穷二违 到现在还娶不上个婆娘 是 我的媳妇属龙的 今年二十三喽 那你是不是 特别想见她媳妇 想 咋个人不想嘞 既然你真不想见她 那就帮我们一个忙 要得 李说 啥子忙 帮我们打一个炮喽 叫做 叫做员 这副子龙真是越来越有了性子了 知道咱现在弹药不足 还非派填手艺去打什么炮喽去 副连长呢也有他自己的考虑 这一来啊 这炮喽的确是碍事 他是鬼子的前哨 时时刻刻地监视着咱们 咱们不是早就想给他端掉吗 这二来啊 我想副连长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试试填手艺到底可不可靠 我早说过这个填手艺 肯定就是个老兵游子 他要是可靠那才怪了 子龙你不知道中什么邪了 非把希望寄托在填手艺身上 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认 这填手艺还是有点本事的 他有本事有什么用啊 那孙侯也有本事 闹得天公七魂七宿的 到最后怎么样 不还是被如来佛 摁到五指山下了吗 为什么 这就是觉悟太低 填手艺现在就是这情况 那就要看你这个 指导员的本事了 能不能把这只孙侯子 劝得服服帖帖地 去西天取经了 我孩儿说是找到了 可是傅司龙说 喜玩还没得玩 那就说我老田家还没得厚啊 不得行 看来娶婆娘的事 这儿我还要自己顾到 不能两头多落空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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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啊 才嘞 我把你备好了 水刚头也调满了 我不在意在这些日子啊 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这些活儿 我又不是自己不能干 没有你啊 我更自在 你这个画家的就没得良心了 那你说我的活儿哪里干的差 你说出来我改 不用改 我看着你就烦 马上都烦不到你了 这一区还不晓得能不能回得来嘞 上哪儿去啊 我要和傅子龙啊 去执行一个任务 我做过这个检机的任务 是个九死一生的任务啊 没得办法 八路军里没得能敢接 这傅子龙就求到我了 差点给我跪下 我也没得办法 他勉强答应他的 万一 我要是回不来了 那你就找个好人家家了吧 那你走之前 再给我干点活儿呗 要得 只要你一声令下 赴汤蹈火我一不容辞 赴汤蹈火一不容辞 赴汤蹈火的事你铁手一会去 小复 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一样 咋不一样呀 你要是不一样 就不会来我家闲晃 也不会丢下训练的战士不管 我 我训练站着可认真了 不信你去问大伙 到你这儿干活 那是我利用我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的 但是 懒得跟你瞎扯 小复 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天守义 已经答应帮我们打炮楼了 这次 让他独自带兵 子龙 我真不理解啊 咱们现在本来弹药就匮乏 打炮楼早不打晚不打 你偏偏现在打 这不污漏偏峰连一语吗 我这是为了麻痹加疼 自从上次咱们在县城 把天守义救回来以后 一直没有任何行动 他加疼暗兵不动的理由 是为了保护军攻战的计划 而我们暗兵不动的理由是什么呢 所以 这次打炮楼 我就是想给加疼敲个警钟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主动进攻 这真要是打起来的话 以咱们现在的弹药情况 很难抵挡得住 陈可立投敌以后 加疼一直憋着劲呢 就算咱们不动 他迟早也会动的 他是不会给咱们时间 好好休养生息的 对 教导人说得对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我觉得 这次应该打一打 打 是为了消除加疼的疑心 同时 也是为了 给我们冒充山田的计划 做个掩护 可我还是不理解 那干吗非让田守义带兵呢 我得知道知道 田守义对咱们的忠诚度有多高啊 这回头 我和教导员真要是去了任门的大本营 田守义的脚往哪边站 那可就至关重要了 不就是打个炮喽吗 我就要找到日子喽 这买呗 我算 到了 到 过来 把这个交给刘派长 是 好 副连长 副连长 有 怎么了田大叔 副连长 你派我去打炮喽 谋的问题 我说话要说到前头啊 打完了炮喽 我就要见我的儿子 你放心吧 你和你儿子早晚会相见的 啥子叫早晚来 副连长 要不这样啊 你帮我先形容一下 我的儿子现在啥个样子 有多高啊 结不结实 在八路里头昏没回的一个官啊 他呀 个头跟我差不多 结实倒是挺结实的 枪法也不错 那当然了 我田手艺的中 枪法肯定是错不了的呀 但是没当上官 就是个八路军的战士 像你夫子龙这个样子 八路军的官不当野霸 谋的钱不说 打仗还要冲在最前头 比小兵死得还快 你呀 踏踏实实地回去走走走 把咱们打炮喽吧 要得 说好了 打好了炮喽 告诉我 好 田大叔 你想好咋打没有 再看看 你都看半天了 这要是我们连长 早就想好怎么打了 非话 老子不是你们的连长 老子是你的教官 我都想好该咋打了 我从正面进攻 然后你 算球了 今天老子是指挥官 都挺老子的 对吧 摸上去 再侦察一下 行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 是不是等到天黑 那才是最佳的进攻时机啊 赶紧去 执行命令 小心点 哥 是你 又要立个大功回去 又要活到见儿子 还要在小枫面前有个面子 今天这个账 还真是有点左右为难哪 我 连长 田大叔那边这么久没动静 我看他也怕是靠不住 要不咱们上吧 我有 这言一诈 就让他自己做出 哎 田大叔 你到底想要咋打没有 再拖下去天真黑了 不管了 老子今天不但要给小凤 整个英雄回去 也要给我的儿子整个英雄回去 田表 一会儿从正面进攻 你负责掩护 老子来办 田大叔 就这么一会儿 你怎么会换了个人似的 啥子就换了个人 你们都瞧不起老子 就是老子想换 哪个狠换啊 你平常不是最不爱打硬仗吗 今儿这是咋的了 今天老子胃口变了 非要啃也啃这个硬骨头 行 虽然我枪法比不上你 但一起冲杀干掉几个鬼子 还是绰绰有余 要不得 你一直负责引出鬼子 老子过去找一个狙击点 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 烧饼就交给你了 实在不得行 你就连滚呆爬地逃命吧 走 这儿 这老东西 还真变了 走 连长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我得看看 你们这一仗怎么打啊 这个田手裔啊 今天变了性子了 只会起来一套一套的 是吧 这么拼 看来是真想立个大谷 一会儿看我的手势 烧饼已经交给铁镖了 一会儿里面有最快的速度 俯身穿过去 看 两个随机空 负责引出敌人的火力 明白喽 明白 来 内长 你看 田手裔发出指令了 我去几种岗上 来 等等 行不行 看那北面碰地那棵树了吧 好 树底下埋了雷 一悄悄过去引爆它 把敌人的火力 集中到那个方向 给田手裔腾出下手的机会 大龙 走 你带着一队人 从右路靠进炮楼 给田手裔腾打个草原 剩下的人 跟着我 田长 原来你早有安排啊 我还以为 今天得靠田手裔自己打呢 当然得靠他 狙击敌人的火力点 只有他行 行动 是 是 你绝对吧 你看到这些人 鱼狗子 他就会被你打架 你还会被你打架 他就会被你打架了 杀 不小心 你 你个大龙 这小子怎么来了 看好 看好 小心 我这儿 别动 我这扫灵瓜子醒来 那怎么 把这扫过去找 走 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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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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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行啊 我不能给我的媳妇再丢脸了 起来 给大叔 副连长 给 一切脚后要从工厂 恭喜啊 田大叔 打了大胜仗啊 那带我去见我家喜娃吧 是这样的 田大叔 我打听过了 今天恐怕还不行 因为喜娃他们连正在执行任务 这 副连长 不是你说的 打下来泡楼 就带我去见我家喜娃 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你别急嘛 田大叔 可是这部队里的事 你也是清楚的 不是咱们说了算的 对吗 副子龙 你个大骗子 你也不希望他爹 是一个急功经理的人 副子龙 副子龙 爹 我希望一直在你跟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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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次作战情况来看 我觉得天守医已经改变了不少 虽然他身上还是有些毛病 可是进步已经很大了 我觉得他还是很可靠的 咱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好 副连长 那就赶紧行动吧 我回去准备承开 走 赵子元 那我也先回去了 好 主龙 这次去是龙潭虎穴 你保护好赵子元 也保护好自己 这个先借给你 等你平安回来了 再还给我 拿着 你放心吧 兄弟 回来还给你 田大叔 田大叔 老三 田大叔 副连长让你上他那去一趟 啥子是人 好像是 又在骗着耳子打扰 告诉他 我死了 田大叔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我告诉你这根 从今以后 老子不会代表里面八路军 学一个兵 爱啥子啊啥子 傅子龙的话 老子 一句也不听了 这个臭小子又着光了 没得啥好事情 那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傅子龙 你个王八 老子是上辈子欠几他 那就狗日耍得团团转 田大叔 你还在帮我干吗 炮炉打完了 我儿子嘞 这次这个事 你一定得帮我 事成之后 我保证你们父子向前 又打哪儿呀 这次不打哪儿 你只要当一回叛徒 啥子 当叛徒 父子龙 你又跟老子耍啥子花样啊 拿咱们钱 把前面的账结了吧 我要见我的儿子 我儿子 副连长 赵大人 你怎么还大驾光临了 这有啥事你就通知我一声 我去找你 来 来 坐 别客气了 咱俩马上要扮演善天夫妇了 也不打算排练排练啊 对对对 是得练了 是得练了 我呢 先教你几句简单的日语 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别到时候我说什么你都不知道 那不就穿帮了吗 对对对 不过呢 咱俩之间还是主要要靠眼神交流 眼神 就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咱们那种交流 对 这事得好好练练 你在看什么呢 我 我 我没看我 我这不眼神交流 你看 你猜猜 刚刚我那眼神 是在跟你说什么呢 就对 你猜猜我的眼神 在跟你说什么呢 你 你 你肯定是说 这臭小子有完没完 烦不烦 你别说 你猜得还真对呢 不是 是 是 是吗 你 你看 姚大人 你看你 你这么懂我 我也这么懂你 咱俩这真是有默契 咱俩这就叫信有名心 这还没怎么着呢 咱俩就有两口子的感觉了 傅子龙 你还打不打算好好练习了 你不练的话我先走了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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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练 好好练 你 你这 你看着我练 对了 我还要问你呢 上次你教我的那日语 你去那句 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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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谁 骂 骂三哥 不是骂三 是死命 骂三 骂 死命 骂三 三 死命 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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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日本的话 真是太绕口了 你说当初你是怎么学的 你说得那么好 你呀 不一定肥小发音多标准 你只要记住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傅连长 可自让我逮到你了 对对对 那小点 那你得跟我说说 这丈夫是怎么说的 别回头 你叫我丈夫我都没反应 你 什么 你就是丈夫跟先生的意思 那我 那我得叫你老婆了吧这位 那这老婆 附连长 附连长 老婆 附连长 这 红妹来了 教导员 我刚才听你们说 什么先生先生 老婆老婆的 你俩说啥呢 我们这是要去执行任务 需要我和教导员办两口子 办两口子 办两口子 办两口子你找我呀 我跟你办 咱俩合适啊 不过 红妹啊 这次你可真办不了 为啥办不了啊 洗衣做饭我样样行 全叫打架我也不输人啊 我为啥办不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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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先别着急啊 红妹 人家这回它不是洗衣做饭 全叫打架的事了 我和教导员我们要去鬼子的 大本营执行任务 这回需要教导员说日本话 咱们队伍里 也就教导员会说日本话 对不对 你 你会说吗 上大本营啊 你要会说日本话的话 那你 你跟我讲两句 你先翻译翻译 来个简单点的 今天中午吃撑了 怎么说 今天中午吃撑了 我 我 红妹 你放心吧 副连长 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行 好好好 这个祝福还是很美好的 可是听了字 它不是那么个味儿啊 天色还早 咱们先缓缓吧 好 好 好 对 陈可离这个小军火库 位置应该不会错吧 错不了 和你们会合之前 我还要去采购点 陈可离一进城 我们就盯上了他 孟德塞也帮我们证实过了 还派两个人 当挑夫帮忙搬运 陈可离也不敢让鬼子 知道这个小军火库 所以英里不多 十不倍 也不严厉 就看天生意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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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 耍我 你别闹了 你俩跑回来了 赶紧抓我呀 抓到我 带我去见陈可离 抓呀 再也不抓来不及了 来 副连长 就是那一块了 外面还修筑的工事呢 这一块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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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李家人 跟我走 别着 走 这 老天 熊老弟啊 你居然还敢来 你不想活了 老兄 你劝劝老天哥 你这怎么整啊你 怎么快离来 小子出来见我 团长这应酬几个泰军哪 还顾到日本呢 再不出来 他的老本可都赔光了 啥意思 我长话短说 最近来手头有点紧 够了两个情报 跟城口里换一百块仙大洋 啥 一百块仙大洋 老天 你疯了吧 以团长的脾气 他不毙了你 就算便宜你了 老天哥 你就听老熊劝 你别扳屁股听嘴 你不知道杨舟啊你 你这叫钱不要命啊 你动个锤子 我这两个情报 不要说一百块钱 我要是把他卖给小鬼子 五百都不值 或是老子不喜欢日本人 说了 那个同块话 要还是不要啊 老天 你知道我做不了主 我小的那个狗子都做不了主 我小的那个狗子都做不了主 这样吧 两个情报呢 第一个不值钱 我可以告诉你 你呢 转告城阔里 八路要炸他的军火库 你们想要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者 李宗盛 制作者 李宗盛 月儿明亮 月儿明亮 朝我新芳 我来守卫 我的家乡 热血而浪 身着戎装 一杆杠枪 奔走四方 东风浩荡 军起飘扬 烈日如火 朝前方 走 脚踏这片土地上 几度风雨 谁能相抗 等 大烟归来 等春风吹 吹过树上 那时 那时 将是我开旋 回家的时光 等 晚山花开 开遍天一尊庄 你还在外 你还在外 往远方 回家的路上 他 看着归途 太漫长 月儿明亮 朝我新芳 我来守卫 我的家乡 热血而浪 身着戎装 一杆杠枪 奔走四方 东风浩荡 军起飘扬 军起飘扬 烈日如火 朝前方 叫他这片 土地上 几度风雨 谁能相抗 等 大烟归来 等春风吹 吹过树上 那时 将是我开旋 回家的时光 等 晚山花开 开遍天一尊庄 你还在外 往远方 回家的路上 他 看着归途 太漫长